大家好 我是JRM編輯Jerry 這次我來到PoliceCon 2014 為大家帶來爆血音霸最新地圖的試玩 這次試玩的地圖是Sky Temple 它是一個以魔幻元素設計的地圖 裡面的小兵你打死他他會畫為一坨砂 所以說整個地圖遊玩起來的感覺是非常具有奇幻的風格 然後中立怪物也是具有那種阿伯那種感覺的怪物 設計非常有特色 這個地圖上就有它的特色的地方在於說 它的任務的部分主要是要佔領地圖上的三個據點 佔領那個據點的同時 它會發射地圖砲攻擊對方的主塔 你在佔領的過程中 那個中立的怪物也會過來打你 在祭壇的部分 所以說你佔領那個據點的時候 你不僅要防範中立怪物的攻擊 還要防範敵方的夾擊 所以說在這邊其實是需要很多戰略思考的部分 打起來非常的刺激 然後除了新地圖的部分之外呢 這次Blitz Tower2014 它也提供了三隻新的英雄 讓現場的玩家試玩 其中一隻是珍娜 然後再來是索爾 然後還有矮人三兄弟 那其中矮人三兄弟這隻英雄最特別的 它你一個人可以控三隻英雄 那比如說如果在龍騎士這樣地圖呢 你就可以一個人控制兩個祭壇 然後第三隻矮人兄弟 再控制那個中地的龍騎士 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中陰任務 但雖然說這難度非常的高 可是也讓戰術給變得更多變化這樣子 那至於珍娜跟索爾的部分 他們的技能也是非常的特別 比如說索爾的部分呢 因為它本身是薩瑪 所以它可以用風怒 可以加快本身的攻擊 還有攻擊速度頻率 然後大招可以用地震速 緩慢整個地圖 整個區域會戰的疑人速度 所以說在會戰的部分是非常好用的 那珍娜就是 冰系的法師性技能 那算是攻擊力也蠻強大的一個AB角色這樣子 那在2014的Bleececon裡面 它也公佈說未來會推出更多新的角色 比如說像是西瓦納斯也即將加入這個遊戲裡面 然後官方同時也在這一次的情報裡面公開說 未來會有新的地圖是以暗黑破壞神裡面的行徑來設計一張新地圖 會是天使DS惡魔的那個形象為設計 那這點在我們新聞裡面都會做更詳細的一些介紹 那再請玩家祈禱我們後續報導